大兴社区张正们在校园中停搓揉着糯米团 因为待会这群长辈们要教学生如何来搓汤圆 张正们适时直到学生开始动手制作 大兴社区结合临近的爽文国中 举办这场搓汤圆活动 要师生一同提前来过云霄节 我们复习就对了 以前我们都很少参与这个活动 也很少搓汤 都阿嬷在搓的 现在我们有机会教小朋友 是我们非常的高兴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机会来教我们下一代的人 要感恩我们周遭的人 所以今天都是一个品德教育 还有人文素援的一个传承的骄傲的地方 社区表示由于元宵节的习俗都会吃汤圆 因此这次特别跟学校规划这场 搓汤圆活动 希望传承这项习俗及手艺 许多同学都是第一次亲手制作 因此可是一项大挑战 虽然手法有待加强 成品也没有办法又圆又漂亮 但是却有着十足的成就感 感觉很好 第一次的体验 对很不错 不会 以想象做很容易 没有搓过汤圆 然后感觉就想象中的容易 然后觉得很好玩很有趣 哪边啊 就没有摸过汤圆 就是还没有煮什么样子 哎呀不会 只要夹我手了 对啊 对起来不过汤圆 花花又起 志工妈妈煮汤圆的同时 社区长者也带来舞蹈表演 展现满满的活力 让这天的爽文国中全校师生 提前感受过节气氛 接下来出风台中采访报道